代號海上微風的北約年度演習 將會持續到下個月 主要涉及美軍第六艦隊和烏克蘭海軍 再加上其他北約成員 今年的整體規模也是力量最大 涉及32個國家的5000兵力 32艘艦艇和40架軍機 北約的新聞稿就說 俄羅斯在2014年非法吞併克里米亞 北約不會承認 並自此加強在黑海立足 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烏克蘭官方傳媒就引述學者說 這次演習將會聚集多國的強大戰艦 可以對抗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威脅 並支持航行自由 又主張和北約推動協議 增加北約艦艇到黑海靠港訪問 俄羅斯外交部的發言人日前說 演習目的有兩個 第一是要在俄方邊境持續製造不穩 為挑釁而挑釁 第二是要運送各式各樣武器到烏克蘭境內 然後留下這些武器 做法涉嫌違反現有的協議 有先電視機仔的健身不到 有先電視機仔的健身不到 所以